天南地北谈华语 来来来,我带了好吃的给你 天哪,你怎么黑成这样 周末我不是带孩子去波德森吗 哦,对 两个宝贝名列前茅的奖励 哎呀,苦了妈妈,黑得跟木炭似的 哎,不对呀 你不是买了很多防晒霜吗 顾着帮孩子擦,自己却忘了 等我想起的时候 已经过了中午 都晒了不知多久了 哎,你就只看到我晒黑了 没看到我愉快的度过周末以后 神采奕奕的样子吗 是,精神特别好,容光焕发 成语神采奕奕 形容精神饱满,容光焕发 奕奕,形容精神焕发的样子 不错 知道意义是形容精神焕发的样子 那你又知不知道意义怎么写 笑看我 你以为我会写成博意的意 博意的意底下的横撇数跟差异的意一样 而精神异义的意,上面虽然也是相当于也的意,可下面是大 上意下大的意,意思是胜大 厉害,意义会写,那么神采呢? 你是考我神字还是采字,神左边的步手可不要写成两个点,那是一字旁,神的步手是四字旁,只有一个点 我真正想考你的是彩 早说嘛,彩上面是爪,也就是手,下面是树木的木,右边 你以为我会说右边有三个撇啊,那是彩色的彩,神采的彩,右边不写那三撇,神采的彩,是采摘的彩,上找下木 周末一家人去放松绝对是对的,你就是最好的例子 你看,不止人看起来神采奕奕的,就连脑子也特别清醒 我还可以告诉你,神采是个名词,意思是显露出的神情和风采,神情和风采,神采 只要想到风采的采,也是上找下木,右边没有那三撇,那么神采也就不会写错了 看来我也要计划一下来临的周末出去走走,换个环境做点别的 总不能只有你一个人神采奕奕的,我也要神采飞扬的来上班 去波德山 免了,我要的是神采奕奕,而不是皮肤有黑的来上班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节目重温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facebook.com slash aifm.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搜寻天南地北谈华语